張理是我長期在生運中的夥伴 我們以前一起做了很多壞事的 對 他為主我為父他是守門 我們也一起找過緬甸的議題 以前在2006、2007、2008那幾年 弄了一個台灣FreeBerman Network 就是在做緬甸政治化的一些救援的工作 然後在台灣讓更多人瞭解緬甸的議題 感謝剛剛大家的自我介紹 對這個議題的期待 那我們就好好來討論這個議題 但是開始說之前 先早大家就休息 因為我今天整理狀況不是很好 我早上七點一個會 九點主持一個記者會到十點半 因為那個金明年到立法院去監督民進黨的 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那當然我們提出很多疑問 我覺得台灣的政治 政黨政治不能夠像 我實際上做這樣的比例 就是說 台灣的政黨政治不能夠像在高速公路上開車一樣 只有要超車的時候才會靠左 超完車以後就靠右了 為什麼會這樣子 政黨政治 我們必須要去監督 不管誰執政 12點一個會 2點一個公聽會 所以我現在稍微有一點累 我想你自己也是過老的狀況 對 今天特別過老 本來是想說今天就留在台中 好好休息 但是我明天在台北有會 但是我後天在台中又有演講 所以今天也排名人 生活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通不通意 這樣好啦 好 今天有機會來到這裡 大家 不好意思大家聽不懂 有 有 有人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我就開始講馬來話了 對 因為我外國人 我馬來西亞人 那我就開始用馬來文講 對不起啊 沒有 這裡嗎 OK 好 就是說 這個議題是 幾乎是這幾年 我們一直在講的 台灣的經濟到底怎麼了 好 我先問大家一個問題 誰不想聽經濟 台積電的工程師在哪裡 台積電 台積電 我是出工 出工 你想不想拼經濟 就 錢夠用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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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 這個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說法 大家我會講 巨人車的故事 那 澳洲打工的 就是要到澳洲拼經濟嘛 對不對 大部分的人到澳洲打工 我們那個年輕人很奇怪 也不在台灣工作 跑到澳洲去工作 這是他們拼經濟的一種途徑 好 會計系的在哪裡 我差一點也是會計師 我高中就考到英國皇家高級會計文憑 好 所以差一點申請去英國念會計系 如果我去英國的話 我現在就是會計師了 幫日本家做假戰的會計師 開玩笑 OK 拼經濟這個事情 所以 好 我們要談的是什麼 那 到底 到底 怎麼樣的一個經濟 是我們要拼的 所以我們從幾個來看 可以嗎 可以嗎 OK好 什麼叫好的經濟 每一個人心裡面的一個好的經濟 都長得不一樣 譬如說 你認為好的經濟是什麼 你的好的經濟 大家得到滿足 大家得到滿足 嗯 你呢 每個人都一起 每個人都一起 這同溫成態 好 OK好 開玩笑了 有時候我還想說 好的經濟跟好的景氣 到底有什麼 有什麼 相義之處 或者相同之處 今天在台中 台中算是好天氣嗎 不算了 如果說好天氣的話 應該會爆滿嘛 對不對 有時候我還想說 旅遊的好天氣 可能是農移民的 怎麼樣 優利 我就舉這個例子 這張你們知道這是哪裡嗎 這幾句 不好意思 你們知道這是哪裡嗎 日本河掌村嗎 台灣 台灣 台灣哪裡 欸台灣下雪 會下這種程度的 要嘛就河歡山 對不對 要嘛就比較高的地方 對不對 錯 楊明山 楊明山 竹子湖 前一陣子 嚇成這個樣子 嚇成這個樣子 也許對一個 旅客來講的話 我們不用出國就可以看到 很好很好的雪景 有漂亮嗎 有喔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覆蓋在 茶葉上面的雪 當然這批雪 這批茶葉大概就報銷了 對不對 不對 他人說那個時候 是茶葉的花芽 其實也沒有 那 那 你看 這就是一個 一個很好的一個姿勢 剛好沒有 剛好沒有 假設這是草莓 那就完蛋了 對不對 假設這是菜 那就完蛋了 你們看得出這是什麼嗎 這是凍死的虱目魚 看起來好噁心喔 我每次看到這樣圖 我就覺得 看得都有點 有點那個 起雞皮疙瘩 那 投資客的好景氣 是你的好經濟嗎 我就沒有開始來想這個問題 台中是不是開始有要捷運的 台中捷運 大概什麼時候會通車 快破產了一條捷運 快破產了一條捷運 我說實在的 我也認為 我也認為 不是每一個都市都應該搞捷運 好 這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不一定是一個好的投資 好 假設捷運通車了以後 你們通常會看到怎麼樣的新聞 房價 房價嘛 對不對 捷運 各站 房價就飆漲 對不對 對你來講是好的嗎 對你來講是好的嗎 我們來思考的問題 捷運是用誰的錢蓋的 捷運是公帑蓋的 捷運是用在座各位 如果你們在工作的話 你們辛苦繳稅 你們辛苦繳稅 用我們的公共預算來蓋捷運 但是用我們的公共預算蓋了捷運以後 捷運的沿線 道理來講它是一個MRT 對不對 就是一個大眾的快速的交通 交通工具吧 應該是這樣 沒有錢買得起車子的人 沒有錢住到豪宅區 然後 這個開車 開著房車出門的人 能夠在捷運的沿線 就可以好好的住下來 這距離他工作的地方是最近的 這樣減少他的支出 他通勤的成本 對他來講 絕對是個好的經濟 對不對 但是對不起 捷運通車了以後 買得起捷運沿線各站的房子嗎 你租得起嗎 那對投資客來講 這是個好景氣 所以 投資客的好景氣 是你的好景氣嗎 其實我覺得從這個 開始談 我們開始在談什麼叫做公平的經濟 經濟到底要如何更公平 每一個人 都想聘經濟 老闆要不要聘經濟 要啊 但是有錢人想的跟我們不一樣 往往不一樣 我們要不要聘經濟 其實我們要聘經濟 不外乎什麼 不外乎是一個穩定的工作 不外乎是一個安全的工作 對不對 不外乎是一個 讓我至少可以怎麼樣 至少可以怎麼樣溫飽的工作 不外乎是 我可以養活我的家人的工作 就這麼簡單而已 好 那是特例啦 那是特例啦 至少在台灣的法規裡面 也許我們待會來討論 不工作靠補助可以生活下去的方法 也許我們待會會討論一下 但是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 好 我們要拼的經濟就是那麼簡單 但是我們卻越來越遙遠 好 那是什麼樣的一個結構 餵養了這個 這個奇怪的經濟結構 讓這個理想越來越遙遠 比較穩定的工作 其實待會我再說 好 那這是我們我們要的好經濟嗎 這是我們要拼的經濟嗎 從我們的貧富差距的擴大 從最所得五等分來看的話 他的儲蓄的能力 跟他的整個支出 副儲蓄跟正儲蓄 儲蓄是不是都美得 儲蓄是都美得嘛對不對 群狼是不是都美得 是不是 是嘛對不對 那你願意一天勤勞幾個小時 八個小時 台灣哪裡是好的投資環境 草莓組只願意群狼八個小時 你台中都這樣 台中絕對不是好的投資環境 你呢 同學 八個小時 我要走了 我要出走了 你呢 六小時 六小時 新鮮的肝耶 可以玩笑 六個小時 他八小時我都不用了 你六個小時我還會用嗎 勤勞是一種美德 但是過度勤勞會過勞 對不對 而且你一天勤勞超過十二小時 叫什麼 假設你 異常的勤勞 你一天勤勞超過十二小時 好 工作第十三個小時 叫什麼 叫加班喔 八小時以後 大家叫加班吧 好 八小時以後叫加班 加班要給什麼 加班費 加班費是很多勞工拼經濟的一種工具 因為沒有靠加班費 他根本養不活他的家人 台灣很多的勞工都這樣子 好 台灣很多勞工 底薪很低 他必須靠加班費 來墊高他的所得 好 然後怎麼樣 至少讓自己的家人 可以溫飽 當然最終身體就壞掉了 好 記得喔 你在什麼勤勞 一天超過十二小時 叫違法喔 好 所以台灣的政府很奇怪 弄了一個法 叫勞動基準法 限縮了你勤勞的美德 因為你在什麼勤勞 你二十四小時 只能勤勞十二小時 懂為什麼 好啦 這個我一定要講 這個在我每一場演講裡面 一個月十七場的這種論壇或演講裡面 我一定會滲透這個訊息的 請問勞動解釋哪一天 為什麼 你一定知道 搞工會的一定知道 為什麼 老師有教嗎 沒有對不對 社工也沒有教對不對 會計師肯定沒有教 還有外文系也不會教 就是要爭取一定工作八小時 休息八小時 作為一個自由人 作為一個自由人 八小時三八二十四 在美國一八八六年 芝加哥 為了爭取我們現在還在適用的標準 有八個工會幹部 就是長的這種人 被逮捕 有五個被判死刑 所以為了平反這一天 為了紀念這一天 把這一天定為國際勞動節 OK 所以以前如果你們沒有聽過 至少今天知道了對不對 以後勞動節不要賴 家節快樂 勞動節是一個紀念日 有空沒空走上街頭 有放假沒放假 在心裡面想著勞工的權益 要怎麼怎麼樣 要怎麼改善 這就是 這就是創業的工作 我們的 從往年 我們每一都拼經濟啊 對不對 不管總統叫做李登輝 陳水扁還是馬英九 接下來就蔡英文 每一年的元旦的支持 一定想說我們要拼經濟 對不對 我們要拼經濟 但是我們拼的經濟的結果 我們的貧富差距 是不斷不斷的擴大 這是五等分 這是什麼 這是二十等分 如果你要二十等分的話 我們最有錢的那一組 跟最沒錢的那一組 差一百倍 那你覺得 這是我們要的好經濟嗎 所以我們其實 為什麼會差一百倍 這是一個結果 這是一個結構的結果 那我們去讓 讓這個結構繼續的餵養 繼續的去讓這個事情惡化 我剛才講 儲蓄稅都沒得 副儲蓄的問題 有一次我搭計程車 我搭計程車 然後計程車司機認出 你一天 你一天在電視上說 很有道理 我怎麼在聽 你搭計程車都說看電視 你還說危險嗎 他們儲蓄是一種美德 但是這個美德 在我的生活缺席了五年 什麼意思 他賺的錢不需要跑銀行 他不需要儲蓄 錢都不夠花了 錢這麼不夠 我就把錢 對不對 那有沒有這樣的人 好 我們的貧窮世襲的問題 是越來越嚴重的 這是我們主計處的 家庭收支的調查 從1991年到2013年 照理來講 照理來講 經濟的發展 GDP的成長 會帶動薪資的成長 對不對 有沒有不同的意見呢 理論上應該如此 理論上應該如此 那再加上一個因素叫民主化 以前獨裁的時候 以前獨裁的時候 分配少數人壟斷 譬如說我們想到的 為什麼會有阿拉伯之村 那個時候大概有一本書 出版我幫他寫去 我在分析阿拉伯之村跟美國的華爾街 佔領運動 這兩個事情同時發生在同一個時期 一個是美國民主社會 一個是獨裁的埃及 為什麼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財富 財富都是集中 佔領華爾街 是1跟99的對抗對不對 少數1%的人握有所有的 這樣的一個財富 99%人 生活每天沒目瞎 美國不是一個民主的社會嗎 我們難道不能透過民主的機制 去改變這個事情嗎 你對照當初發生在 在越門 發生在敘利亞 發生在埃及的這些 所謂的阿拉伯之村 在對照台灣 為什麼我們的 所謂的所得的 貧窮的世襲 因為越來越惡化 包括怎麼樣 包括台灣的 台灣的有錢老婆 我們有沒有努力 這都不是我的資料喔 這是這本書 這本書跟另外一本書 叫做崩世代 這叫公平經濟新藍圖 另外一本書叫崩世代 這兩本書一直在強調的 台灣勞工 真的有共勤勞 但是我們勤勞 有沒有換得合理的報酬 有沒有換得合理的報酬 這是必須被討論的 這是這條線 這條線是單位勞動成本的成長指數 是下降的 這條是勞動的生產力是上升的 也就是說我們越努力 我們在經濟發展裡面所獲得的報酬 跟所獲得的回報 這個回報 其實是下降的 所以比較年長的就知道說 阿基他那首歌 阿基他是一個預言家 對不對 他唱那首歌 我比別人更認真 對不對 我比別人更認真 我比別人更認真 比別人更認真 因為我們可以跟別人比 跟誰比 跟我們最喜歡的韓國比 我大概在講 這是一個有趣的 我在演講裡面 這是官方的數字 我剛才講GDP的成長 帶動薪資的成長 在某些年代 所以我這樣講有點危險 好像我有點 有一點在歌頌 某個威權時代 威權時代 GDP的成長 帶動薪資的成長 在某個年代 都是成立的 理論上跟實際的結果 都是成立的 1992年 很有趣 大概在1992年左右 GDP就是GDP 他是他 他是他 越拉越大 你們當你們看到 這張政府的 政府的統計 不是我的 不是所有人做的 是政府的 你們第一個感想是什麼 第一個 經濟的果實 沒有分配給勞工 要同一同意 第二個 貧富差距一定會過大 符合了我剛剛給你們看的 統計的數字 那1992年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1992年是台灣 真正重要的一年 非常非常重要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1992年我來台灣念書 開玩笑不要碰風 我以1992年9月10號來台灣 來台灣念書 沒多好就斷了那一年 就住了二十幾年 1992年是民國幾年 民國幾年 81年 民國81年到底對台灣來講 重要 為什麼是一個重要的一年 股市 股市 嗯哼 一九八零年代 台灣幾年 應該好不好 對不對 一九九二年 民國八十一年 是中華民國第二屆立法委員選舉 八十一年 中華民國的國會從來沒有改選過 就爭而補選 所以才會有所謂的打倒老拔筒 打倒萬年國會 比較年長人應該會記得這個事情 那 那是因為野百合血運 跟後來的整個台灣的政治民主化的過程 但是 既然它是一個台灣民主化的一個奔水嶺 為什麼在經濟跟整個 整個經濟的結果 其實產生如此怪異的一個現象呢 勞政在一九九二年改名為勞政 以前叫勞資會 勞工運動支援會 更早叫勞工法律支援會 一九八四年成立的 所以勞政也三十二年了 已經成立三十二年 我在勞政已經二十一年了 所以我蠻有資格講說 這種工作 這種像中理這種奇怪的反抗的工作 可以 可以當你一輩子想要做的事情 你叫我做別的 我也做不來了 說實在的 一九九二年 我們改名為勞工陣線 有一句口號 叫做集結勞工陣線 粉碎金權壟斷 因為一九九二年 國會前面改選 是地方派系 可以堂而皇之的進入國會 以前只能選上地方的議員 地方的議長 現在可以大舉進入國會 以前在地方喬一兩百 一兩千萬的預算的 現在進入國會就喬一兩億 十幾二十億幾百億的預算 所以那叫做黑金政治 那是台灣民主化過程裡面 似乎是一個結果 好 那我們真的來比 我們真的來比 我們最喜歡跟誰比 跟韓國比對不對 這個是主要國家製造業勞動的生產指數 我們有沒有輸韓國 我們的勞動生產指數有沒有輸韓國 沒有啊 這條是韓國啊 黃色是韓國 紅色是中華民國 其實我們是差不多的 2013年是差不多的 我們還比它高一點 沒有高啦 黃色是韓國啦 差不多 距離沒有太遙遠 但是對不起 人家的薪資 製造業的每月的薪資 名目則合 每金人家是這條 我們是這條 這台灣低信化的問題 台灣低信化的問題 其實是 最近十幾年來 奇怪的 經濟的模式 打壓工資 下的產物 好 所以我們今天下午的公聽會 就是要 制定最低工資法的一個公聽會 好 我當然認為說 minimum wage 最低工資是一個重要的 那我們再看 我們的 商業 營業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 紅色這條 是批發業 成長 非常非常快 零售業 餐飲業 餐飲業當然在下面 零售業 我們的 這一條 這一條叫做 連鎖式的便利商店業 成長 大概怎麼樣 113倍 113% 當他的營業額成長那麼快 那我實際上就舉一個例子 十幾年前你在便利商店工作 你需要泡咖啡嗎 不用 你需要幫人家COPY 東西嗎 不用 你需要做那麼多的奇觀 現在還要開始煮關東煮對不對 還要幫人家煮麵對不對 小時光麵食館對不對 什麼都要做 十幾年前 你領當時的基本工資66塊 十幾年後 你領現在的基本工資 120塊 但是人家的成長 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所以那個果實 顯然並沒有分配給 勞動者 我覺得 如果我們從這些數字去推論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很清楚知道說 台灣低薪的問題 它後面的結構 那低薪型的缺工 我們從主計處的一些資料 很奇怪 台灣的低薪的狀態 一直都爬不起來 雖然我們的廠商一直說 我們五萬塊六萬塊 找不到台灣人要做 找到要做 只願意做八小時 只願意做八小時 不願意輪班 不願意輪班 我曾經寫過一篇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二十四小時好嗎 你們認為呢 有什麼工作是需要 非得要二十四小時都在做的 有沒有 長照 長照 OK 我可以接受 還有呢 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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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兒育兒也會睡 育兒 還有呢 醫院 醫院 還有呢 科技業 科技業 晶片製造 晶片製造 因為有不良慾的問題 對不對 好 OK 勉強可以接受 老多薪水要給高一點 對不對 還有呢 保全 保全 有絕對必要嗎 好 發電廠 還有呢 警銷 還有呢 欸 算來算去這幾家 7分需要嗎 澳洲的7分有開二十四小時嗎 沒有啦 你去歐洲 歐洲人最懶惰的7分11八點就關門了 這種哪有競爭啊 這個國家哪有競爭力啊 職業一開到八點 八點以後要幹嘛 你就是一個自由人啊 你就是一個自由人 不要忘記你 你可能是 別人的誰個誰 對不對 你要盡義務的 像我是人 人家的爸爸 我回去也要跟小孩子聊聊天啊 對不對 我 我也有 我的社交的生活 但是 高公司的國家 他就是要讓你們累 最好就不要來參加責務 來參加責務幹嘛啊 對不對 不要有公民參與 這樣子的話 你們永遠都不會反抗 OK 待會我再講 你看我們的 家興會倒閉嗎 我們的薪資佔這些 企業的 他的薪資佔 他的支出的比例 好啦 最高最高也在11%啦 我調高的15%好了啦 他其實佔整個 整個企業的那樣的一個 營業 跟他的經營的那個比重 其實是非常非常低的 包括什麼 包括我們GDP到底拼了誰 我們的 對不起喔 我們的受僱者佔GDP的比重 是下降的 但是我們的營收是上升的 OK 你們看到這樣的一個結果 這不是我的資料 你們要會消費政府的統計數字 主技術的資料拿來做分析 就很清楚的 就會一樣又清楚 那我們的整體的 整體的經濟的成長 並沒有分配給勞工 這已經是一個事實 所以這個人 比卡迪 他來台灣演講的時候 我有去聽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你不一定要看完 因為很厚了一本 他來台灣的時候 受訪的時候 他想說 不曉得台灣的GDP 跑到哪兒去的 但是我確定 可他肯定跑到 某軒的地方去了 那某軒的地方 是你的口袋嗎 好 講到這裡 我就要講到一個例子 你們有沒有聽過日夜光 日夜光 想到日夜光這三個字 想到什麼 好慘喔 想到那個富士康呢 好 好 好 怎麼想到頂心呢 好 要收到財團都沒得好 有沒有想到比較好一點的 真的嗎 好 沒有他 好 時間證明 好 OK 日夜光 他過去 他為什麼可以快速的累積財富 這個結構 待會兒我們來討論 這是一個有趣的 好 那這個GDP 為什麼不會跑到你的口袋 照理來講 我剛剛講那個1992年以前 GDP成長 水漲船舊高 以路均沾 對不對 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人不同意的 水漲船舊高啊 每一個怎麼樣 每一個都分 都會分到啊 這個 這個企業賺錢 工程師就會分到更多的紅 對不對 有沒有可能 欸 但我覺得台灣普遍低進化的問題 我前陣子去看一家 高科技的公司 他們很有趣 他就在那邊那個 每一個人的座位上 排了一個99 這是我們的夢想 因為他們今年的營業也要充99億 算不錯的公司 99億 因為他們去年是78億 今年要充99億 他說 如果今年充到99億的話 保證 雇主保證年薪超過20個月 你說好嗎 不錯喔 對老闆 老闆承諾 只要達到這個標準 99億 保證年薪 每一個人都超過20個月 好不好 今晚不做對不對 但是他們 加班加到可能過勞時 其實也在3萬5 所以3萬5乘以20個月 還不破百 還不破百 20聽起來 不錯對不對 還不錯對不對 要是扯起來 還多少而已啊 對不對 70而已啊 他說是用命去換的 是用命去換的 這是有可能過勞死的 過勞真的會死 人生自古誰無死 但我拒絕過勞死 知道嗎 橫批拒絕加班 你們有沒有聽過這樣的故事 不好意思喔 我有一個壞習慣就是 講話走來走去 所以你CAMERA的人 就會比較 比較難講盡喔 有沒有看過這樣的新聞 公車司機人 忍痛的把乘客 摘到安全的地方 然後自己 看著乘客安全的下車 自己才安心的躺下 有沒有看到這樣的新聞 有 有對不對 好 通常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就很忙碌 因為記者就會 告訴我 說水友聯 你有什麼看法 對 我剛剛講說 照我的調查 很多的公車司機 比薪財一萬塊 可能薪水有五萬塊 但是有兩萬塊 是里程獎金 兩萬塊是債客獎金 所以如果他們沒有用命去拼 他賺不到那 那個可以養家活口錢 我說這個薪資結構是不合理的 好 所以他們連下車尿尿的時間 都要省起來 因為趕快去賺錢了 有班就趕快接了 如果有機會拍到 當時的乘客 乘客會喊著類說 司機很偉大 偉不偉大 那個司機偉不偉大 救了一車的人 偉不偉大 偉大 但是如果我們是當司機的家人 我們不需要一個偉大的家人 而是可以跟回家吃晚餐的家人 大家同不同意 既然同意 我們應該一起做一件事情 再避免這樣的事情要發生 好 這就是公益你在追求的 好 基本工資 1994年 一萬多 一萬四 現在是兩萬零八元 在你台中市 我就過世了嗎 兩萬零八元 有尊嚴的生活 有辦法嗎 欸 基本工資這四個字 你再往前推出 1984年勞基法的立法 1984年到2014年是三十年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基本工資爬了三十年 終於爬超過兩萬 那你還記得 那個即將下台的馬先生的六三三嗎 其中一個三叫做國民所得超過三萬塊美金 OK 這個很容易達成 明天 美元 中扁的話 有可能就會 有可能是實現的 那我也是 好 好 台幣大漲 美元大扁 立即成就 在馬英九下台以前 成就六三三 啊 有一億嗎 好啦 這給你們看 我們拼了五十年的經濟 2014年 一千四百萬 一千零四十八萬的有酬就業者 六十六點六 這不是純金喔 六十六的第一四萬 要是你去看的話 第一三萬的大有人在 我再舉一個例子 你看這樣的圖 感覺不夠 不夠 不夠深刻 2014年 我們的平均薪資 大概是多少 寄廣告 開玩笑 台灣的平均薪資 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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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五萬 五萬 來 三萬 三萬多 立即不負責任 三萬一到三萬九 都是三萬多 三萬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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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四萬一千多 四萬五 四萬五 來 來 一 三萬四 三萬四 好答案揭曉 四萬七左右 四萬七 好 言下之意呢 有將近百分之六十六的人 第一四萬 所以我保守估計有將近百分之七十五的人 的勞工 他的所得 他的薪資低於平均薪資 只有那百分之二十五的勞工高於平均薪資 所以在薪資的不一定做多久 因為中年會失業 薪資會下降 OK 中年失業 我覺得失業者講話很優美 人家失業者打電話來 舉頭三尺 因為我這個我完全是抄他的 舉頭三尺有什麼 蛤 Google 舉頭三尺有Google 有時候就會有人搜尋 孫友聯 所以我的臉書的好友說 你被人收了 沒關係啦 很正常 要嘛就要告我 要嘛就是可能是要幹嘛的 沒差 但是有些人是怎麼樣 有些人是他想要協助 或者他純粹想要找我聊天的都有 有一個失業勞工 他想說 秘書長 你知道什麼叫就業博覽會嗎 我說知道啊 我說那就是敲鑼打鼓 讓官員以為他正在做事情 但是他什麼事情都沒做那種事情 對不對 對對對 他說你說得很正確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早上跑了三個就業博覽會 我說那你的心情呢 只是讓我在失望中堆積絕望 好漂亮 欸這個很優美的一句話喔 實際上我在失望中堆積絕望 推介一本小說 年輕人們 那本小說就叫年輕人們 在講日本 很好看對不對 一本小說 一個晚上都可以看完這小說 好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的所得 高以拼低薪資 那我們的所得用多少工時來換 各位 2012年我們的所謂的年總工時 兩千一百四十小時 然後我們比美英 比德國多努力了七百四十個小時 我們比日本多努力了將近四百個小時 比美國三百五十個小時 比英國將近五百個小時 所以阿基達是先知啊 我到現在才知道阿基達是先知 他唱這首歌就在唱2016年的台灣啊 我們的這個新知的問題 包括你看一下 我們跟這些國家對比 當然有人講說你去折算 韓國的這個所謂的物價 房價 可能差就不是差那麼多 我同意 比較我同意 但是基本上 我們稱之為 這是一個過勞跟血汗的 這樣的一兩面 所以我們就要開始來談這個經濟的問題 有沒有看過這個這個這個廣告 2008年做三兩天的工作 做三餐 在播的一個影片 這是有錢人集資了五千萬的成本 打了一支廣告 五千萬 來五千萬 你要存多久 一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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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講一輩子 讓我想到我兒子 我每天晚上都會跟我兒子 跟我女兒kiss good night OK 一天我兒子就跟我講說 爸爸 這輩子太短了 我說 哇 你幾歲了 我幾歲 我就很緊張的說 兒子發生什麼事情 我怕他在邪教發生什麼事情 他說我蓋不到腳 好冷喔 這輩子太短了 好 一輩子 一輩子 我算過了 一個月存兩萬 有沒有能力 可不可以 有能力一個月存兩萬的請舉手一下 不要客氣 哲午我一定會幫哲午幫你不管 一個月存兩萬 可不可怕 淨存喔 一年可以存多少錢 二十四萬 對不對 十年 兩百四十萬 一百年 兩千四百萬 我們現在是民國一百零幾年吧對不對 我不太習慣用民國 所以算不出來 所以至少要兩百年你才可以存到 而且 每個真的要存到兩萬塊喔 你才只能存到四千八百萬 兩百年 好啦 有錢人集資的五千萬 還有這輩子 這輩子 來我用 我播不出來 我想播出來 因為它有點那個 有時候會錯誤 所以我就不播了 我用 我用它的那個廣告詞來跟你們講 非常感性 聽好喔 聽好喔 睡跟經濟掛鉤 睡跟經濟發展就越好 睡越高 經濟就會下降 聰明的你們 你們要哪一個 我再講一遍喔 來 看著我 睡跟經濟掛鉤 如果歲月低 經濟發展就越好 如果歲月高 就沒有人要來投資 經濟就發展不起來 你要哪一個 怎麼會是 他們已經講了 他已經限定這個條件了 並不只有限定這個條件 他只是讓你洗腦那種 經濟跟歲 是啊 所以這次廣告目的 目的是什麼 洗腦 洗腦而已喔 減稅啊 就減稅吧 有錢人 我們 我們一家存兩萬 要存兩百年對不對 你講一講你五千萬 你拿出來打 拿出來談 好的發展 你五千萬 假設你有五千萬 欸 關係系的啦 我們關係系的 你有五千萬 你對數字最敏感對不對 你有五千萬 你意計你要賺多少 你一拿五千萬就來投資 一年你意計你要賺多少 百分之十 賺五百萬 所以第二年你就有五千五百萬 可不可怕 可不可怕 用錢滾錢是不道德的喔 好 OK好 來 欸 投資報酬比百分之十 可不可怕 可不可怕 有沒有這樣的投資標的 告訴我一下 有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賺錢呢 好啦 他有錢人集資的五千萬 拍了這支廣告 請問 他意及他的收益要多少 他想賺多少 有錢人集資的五千萬 年輕人集資的五千萬 投資五千萬 賺五千萬 你有五千萬 第二年你有一億 可不可怕 好啦答案揭曉 時間有限 投資五千萬 他們一級的收益是 五百億 不是那個五年五百億 這個 五千萬的廣告 每天播放 目的就是要叫政府 政府減稅 他意及要叫政府減五百億的稅 政府減了五百億的稅 那個稅 這錢是跑到他的口袋 他不一定會拿來投資 他會放掉他的口袋 OK 貧富差距就過大了 OK 更何況 他不只拿到五百億 那一年 這是2008年 2008 2009年 馬英九總共減了 兩千四百多萬的稅 兩千四百多億的稅 其中有兩百多億是 在座各位 你們如果有在繳稅的人 中和所得稅從 六降到五 十三降到十二 二十一降到二十 一年省到幾千塊的稅 但是我反對任何形式的減稅 因為我只要減你一塊錢的稅 我就有正當性 減郭台銘兩億 以路均佔六五一馬五 賣萬坦 為什麼 台灣的稅制 台灣的公平 經濟 就是在這樣消失的 譬如說 有一個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圖 以路均佔 賣萬坦 雖然你在下面 但是上面滿的 溢出來 總有一天你也會滿的 所以你不要 不要怎麼樣 賣萬坦 但是你發現怎麼樣 事實是 他的杯子越來越大 而且蓋住你的背口 所以你永遠都不可能奔到 上面倒下來的 所以 就這樣以路均佔的 這樣的一個經濟的模式 根本不會發生 口說無憑 口說無憑 這是財政部的資料 來 請大家救回來 看這邊 減稅 可以創造經濟的成長 有沒有發生 沒有 經濟 下降 什麼上升了 4月底上升了 為什麼到2007年 2008年以後都不要看 很慘 懂我意思嗎 所以 減稅 從李登輝 陳水扁到馬英九 蔡英文會不會繼續減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蔡英文繼續減的話 他只是在怎麼樣 延續這樣的一個不公平的結構 不要以為換了政黨 減稅不會再繼續減 如果減稅繼續減的話 這個不公平的結構 不公平的經濟 只會繼續的延伸 懂我意思嗎 好 我每次在講這張圖的時候 我就會想到周杰倫 為什麼 說好的幸福呢 你不是告訴我減稅 可以創造經濟成長 大家都很幸福嗎 薪資也會上漲嗎 沒有發生啊 所以說好的幸福呢 OK 我們減掉的稅 以前有獎餐條例 出生條例 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簡稱出生條例 減掉的稅 現在又弄了一個產狀條例 產創 產業創新條例 又是減稅 這個 那個所謂的自由經濟示範區 減稅 自由貿易港區 減稅 所以我們拼經濟 只有兩步 一步減稅 一步怎麼樣 壓低工資 好 需要更多的外勞 來填補這些 他們低薪的需求 但是我們 不好意思 薪資所得稅 佔所有的綜合所得稅的 75% 也就是說 減掉的稅 是減怎麼樣 營業的稅 資本的稅 但是 綜合所得稅 裡面的薪資所得稅 怎麼樣 就跑不掉 所以是綜合所得稅 薪資所得 撐起整個綜合所得稅 加劇的 經濟的 分配的 這樣的一個不公平 所以公平經濟 公平經濟 我們要從這些 概念 理念去瞭解 到底 我們是要更公平的經濟 還是延續過去雪漢 雪漢工廠 雪漢工廠 你們有沒有聽過 雪漢工廠就是一家工廠 整個設備很糟糕 勞動條件很差 然後 很容易發生植栽 但是它已經不是 單一的工廠的樣態 它是一個經濟的模式 無處不雪漢 從高科技 到 所謂的一般的傳統產業 都一樣的雪漢 聽說 真的在進階了 叫雪尿 那 它是一個掠奪勞工 掠奪環境的 好 就回來談 那我們要怎麼樣的一個資本主義 我們是活在資本主義 沒錯啦 OK 我們是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 但是你有權利去決定 這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可以長什麼樣子 好 那我就舉一個例子 假設 假設 你有一個小孩 那你家裡需要一個勞動力 所以 你很希望他趕快長大 好 一枚大一巡 你絕對去搖擺 好 一枚大一巡 好 要主要讓他一枚大一巡 因為你需要一個勞動力 對不對 你會不會為他是生長技術 會 理性一點 你這樣符合你的期待 一枚大一巡 對不對 很快就可以投入你家的這個生產力 那你就怎麼樣 改變你的這個人力不足的問題 要不要 你不會這樣做吧 對不對 你會不會這樣做 你會不會這樣做的 取機收一下 就搶是雙一 開玩笑了 應該不會這樣做吧 對不對 某些資本主義會 譬如說 我為了這塊土地的生產力變高 我就大量的使用蛋肥 大量的使用怎麼樣 農藥 或者是 一隻雞可能生產周期是四個月 才可以賣錢 我為了多翻幾倍 四十天我就要把它賣掉了 四十天就可以賣掉了 四十天就可以賣掉 好 那我這個歷史我就 好 那我就減到二十天我就要賣掉 我沒有養過雞 因為我就 豬好了 我養過豬 我以前 從馬來西亞來念書以前 我是在豬的農場工作 有時候晚上會寫一種書叫 以豬逛我的日子 豬是很可愛的動物 所以不要說什麼 不怕什麼神的 豬的 對不對 有神必有神棍 告訴你 好 如果一隻豬 要養六個月才可以賣掉 你要把它縮短 理性一點 你要賺得更多 你要縮短它的 這個生產的周期 你可能就會餵它吃很多的生產激素 讓它長得快一點 最好怎麼樣 最好是瘦肉多一點 所以你會增加什麼 瘦肉幾乎 有些資本主義 它會提今所能的擴大它的利益 最大的利益 那這是我們要的嗎 包括延長你的工時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 工作當它無限延伸 它對你的影響是什麼 你的休息權利被剝奪 增加你的醫療成分 你的家庭的關係的淡薄 你的公共參與的降低 所以高工時 這是從小 這個社會 處心犀利 講要培養大家的一種習慣 不然 你們從你們從小到大的 生活習慣來看一下 是不是留校時間很長 留校肯定超過八小時 對不對 八小時下課以後 會回家嗎 不是 補習班 要讓你們習慣 下班以後還要加班 而且不會給加班費 這是從小培養到大的 開什麼玩笑 我們的教育體制 多目的用心良苦 是不是這樣子 你們回去想一想 生活是不是這樣子 對不對 好 但是擴大那個成本 說實在的 錢不夠用怎麼辦 你就只好加班 你就只好怎麼樣 你就只好 你就只好兼職 然後怎麼樣 把所有的錢 都拿去怎麼樣 請保母 唾液 補習班 外食 外級看護 房貸 你得到什麼 你得到的是 增加公司所帶來的疲勞 跟健康的惡化 以及怎麼樣 你的家庭功能的弱化 你的家庭的關係的 所以我非常討厭一種公司 高科技時常出 有的兩班制 兩班制是一個極度扭曲 人性的一種 就業的安排 你一天工作12小時 好了 美其名可能做山 做事修山 對不對 要是到山其實你也不知道要幹嘛 但是你每天12小時 你通勤用掉一個小時 你吃飯用掉一個小時 你剩下多少時間睡覺 然後你就不用跟家人聊天了 所以12小時一班制 其實是越來越 讓社會疏立的一種工作的安排 我反對12小時一班制 我反對20小時都要工作的 因為 國際癌症基金會的統計 女性在夜間工作 罹患肚癌 跟子宮頸癌的比例 遠超過於沒有值大夜班的女性 男性的話是社會腺癌 這是國際癌症基金會的研究的證實 所以在歐洲 如果你要夜間 就是半夜營業的話 你要特別申請 那不是你的營業自由 因為你會傷害到第三人 你會想說 那是不是有很多的就業機會 你會被消失了 但是我們就創造了 非常非常多的貧窮產業 貧窮的就業 好 所以其實 從剛剛講的 是什麼樣的結構 餵養了不公平的經濟結構 減稅 救經濟 你們還要相信嗎 就是有一個 李素德財政部 李素德你們知道嗎 前財政部長 他講了一句話 他有說 你們不要怪減稅 減稅基本上理論是這樣子 養鵝生蛋 鵝生了蛋以後 會孵出更多小鵝 你孵出更多小鵝 鵝蛋也可以吃 對不對 所以養鵝生蛋理論 就是一個 減稅的一個 一般使用的理論 好 有三種結果 養鵝生了生蛋 OK 就是好的結果 你養的鵝 自己吃的肥肥不生蛋的有沒有 有沒有 有沒有 有啊 而且越來越多對不對 你養的鵝 飛蛋 吃的肥肥 有生蛋 但是不在你家生蛋的有沒有 有啊 我們高科技 就是在台灣減稅 在中國接單啊 在台灣接單 在中國生產啊 工作機會在台灣 在中國啊 那是怎麼樣 他在台灣享受減稅的優惠啊 所以台灣就得到什麼 好像有沒有 你養的鵝 不在你家生蛋 跑到別家生蛋 又大了一滴兒死給你有沒有 對啊 污染留在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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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留在台灣 所以 law is sh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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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說 泰國人為什麼回泰國 因為他們只會講泰文 陳友好也會講台語啊 所以陳友好為什麼不回來 對不對 陳友好現在現在在中國啊 對不對 應該把陳友好引渡回來啊 陳友好會講台語啊 應該要回到 他會講台語的地方啊 law is shit 這兩天很紅 好 我們整體的失業的狀況 就業的狀況的問題 我們的就業的風險 台灣的 欸 對不起 好 台灣的青年失業問題 嚴不嚴重 好 台灣的整體失業問題 嚴不嚴重 比起歐洲國家 動輒20%的失業率的 台灣的失業率 上個月是9點 3.98 嚴不嚴重 還好對不對 聽起來還好 3.98 請大家注意一下 往往喔 這是我的判斷 這是我在這邊 勞政工作了20年的一個經驗談 如果每一年的 大概7月開始 失業率就會上升 為什麼 畢業季 往往7、8月的失業率上升 9月會往往下降 10月就開始下降 OK 所以如果有一年它發生 8月上升 9月上升 10月也上升的話 往往失業率就會一直爬上去 這是我的經驗談 那台灣的失業的問題 青年失業問題 它的比重 應該是這張 它的比重 其實跟義大利差不多 也就是說 青年佔失業的人口裡面的比例其實很高的 所以尤其是長期失業 也已經不是我們這種中年人的這樣的一個專利了 不只是如此 我們的不分工時 不穩定的就業 持續的增加 持續的增加 這個趨勢很嚴重 這個趨勢是什麼 這個趨勢是讓 許多人 他陷在一個工作貧窮的一個狀態裡面 就是日本的那本小說 年輕人們所描述的狀態 就是我們前幾年出的那本書 幫世代所描述的狀態 所以我們的薪資倒退了16年 這個新聞有看過嗎 這是2014年 所以2015年變17年 2016年變18年 為什麼 因為他站著不動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每往後一年 他就倒退 這完全不符合了拼經濟 這完全不符合了 完全不符合了 我們對一個國家經濟發展 更何況的期待 更何況我們的GDP 其實在上升 好 那你必須要去解釋這個事情 為什麼GDP上升 然後錢跑到別人掉了口袋去 然後你自己分不到 好 接下來我花一點時間 講公平經濟裡面的一個重要概念 也是這接下來 台灣社會面對的問題 就是年金改革的問題 年金改革 當然我們的職業不均的問題 跟世代公平的問題 有一點惡化 我們的勞保跟退服的 整個未來的問題 勞保少職業化 勞動力的減少 公務人員他會自動調節的 將來我們必須要去面對這個 這個 可能很多人不想面對的問題 這是我們這幾年的生育率的下降的速度 你們知不知道 現在以你們的生命經驗 小學一年級大概有幾班 跟你們同情 你們念小學一年級的時候大概有幾班 18 18 到你這年級呢 18 變8 OK 台中市 對不對 台中市 你們知道小學一年級只有一班的比例 一大佔所有學校的多少趟嗎 10 42 42 一半的小學 小學一年級只有一班 這是 只能證明 我們的人口結構的問題 未來會越來越嚴重 當然 這邊有一個 2012年稍微有提升 這是為什麼 龍年 龍年 所以終於 這個有效解決少子女化的問題 不是發錢 把蛇生肖都改龍 這是最有效的方法 我目前想不到第二個有效的方法 把蛇生肖都改龍 那隻龍 保利龍 米小龍 幹掉龍 有龍就好了 但是 當你們看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請記得 我們 它會影響未來我們的社會安全 為什麼我要導向這個方向 第一個 我們在有所得的時候 分配是不公平的 當我們退休了以後 分配繼續的不公平 我這兩天我一直在看一個數字 你們知道 有在賺錢有在繳稅的 薪資扣除額大概是一個一年多少錢 薪資扣除額 就是說你賺的錢可以扣除一定的比例 你不用你不用報稅對不對 多少錢 提高了啦 十二萬 這是薪資 好 利息呢 你一年賺的利息有多少錢 是不用繳稅 超過那個那個錢的才要繳稅的 二十七萬 你們覺得公平嗎 你們覺得公平嗎 有勞動所得的 你只有十二萬可以扣除 請問你一年有二十七萬的利息所得的 誰給他抽一 請各位 總理 鎖定他 對不對 你的字典沒有放棄 因為你鎖定他 如果你一年利息所得 你單單利息所得就有二十七萬 這個 今天兩萬給台中折五 應該還算合理 懂我意思嗎 但是你看那個喔 你的利息 你的勞動所得 可以扣稅的 只有十二萬 你的利息所得 可以扣稅的 這是好的誰 好的 有錢人嗎 請問 你的退休所得 超過多少錢 才要被扣稅的 平均是六十五萬 所以你退休以後 你的退休金 超過六十五萬 才會被磕稅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稅制有點怪怪的 非常不公平 好 這就是公平經濟裡面一些彰顯的問題 包括我們勞保的 未來的可能會破產的問題 那這些就很快速的看過去 我們的社會保險 當你的就業不穩定 當你的所得不足 你需要社會安全來支撐的時候 社會安全好像也沒有辦法 有太多的這樣的支撐 我們花在這個公教的退休金 花在這個稅收的錢 以及說我們的地方跟中央補助 給十八%的這個錢 這個當然可以討論 那好 這個就跟有關了 團結力量大 拜萬坦 我的工作其實是到處幫人家團結 我昨天晚上在林口 幫一群治療師 主工會 就是職能治療師 這個物理治療師 跟那個夫妻治療師 高科技的很少有工會 就你啦 所以師長可能就會五星價 台灣的工會組織力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你要用集體的力量去改變 這個不公益的經濟結構的能力是不足的 團結力量大 大家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我們如果要透過團體協約去改變我們的勞動條件 好像也不太可能 我們的團 這個澳洲的工會看起來就覺得很可笑 我們的團體協約的涵蓋力才1.2%而已 這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想不忍睹 那怎麼辦 最後我用這幾張圖 然後我們就 一起來聊 怎麼樣是一個好的經濟 怎麼樣是一個公平的經濟 總理剛剛的開場白 告訴大家沒有標準答案 的確這沒有標準答案 我們就是好好來談 譬如說我剛剛問你們 你們要那樣的一個資本主義嗎 你們要那樣的一個 掠奪環境的資本主義嗎 你們要那種掠奪勞動者的 價值的這樣的一個資本主義嗎 這是2011年風世代所提出來的 Solution解決的方案 這個解決的方案 其實跟整個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關係 對不起 如何去解決合理的分配 政府透過健全稅制 就是復刻所謂的資本利得稅 取消不當的減稅 我非常非常的反對減稅 我要求把所有稅收收回來 包括你我的稅收 然後我們回過頭來去做補貼 如果你在台灣創造就業 優質的就業的廠商 我們透過某種型態來扶持有何不可 但是如果你是拿了減稅 像是日夜光 那個事情的第二天我馬上召開一個記者會 日夜無光 我要求說過去13年來 你所享受到租稅的優惠必要吐回來 你憑什麼吃香喝辣的 享受了所有的榮華富貴 卻留給這塊土地污染 合不合理 所以現在修法通過了 有一個所謂的日夜光條款 如果你得到政府的租稅補貼 也就是減稅 你有違法的事實的話 那你又必須要把這個優惠的租稅還回來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包括買賣股票的所得 包括很多的資本利得 通過進行工會提高薪資 當然會增加消費 減少不當的支出 然後增加稅收 擴大稅期 對勞工來講 從升到使照顧系統 托育 教育 居住跟長照 事實上它回過頭來會影響整個經濟的運作 怎麼樣它會提高你的消費 我只要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在台中市 顧一個保母大概多少錢 顧白天 多少 一個月 這全天還是半天 上萬五應該是全店 如果 一萬五要不要 應該要 如果你是有22K的話 你會敢生嗎 你就不敢生 懂我意思嗎 如果你有三萬塊你會敢生嗎 不敢 因為你有二分之一的所得 要拿來怎麼樣 托育 如果你降低 我們有主要的公共的托育的設施 你只要付多少錢 五千塊 或者更低 那你省下的那一萬塊 你可能就會轉回來怎麼樣 做消費 其實這麼簡單 有一本書 日本有一本書叫 我剛剛舉的是台灣2014年的平均薪資 是四萬七千多 下四萬八左右 請問如果家裡有一個人需要被照顧 送到安養園堂 大概一個月要到多少錢 三萬塊 三萬塊 所以超過二分之一 超過二分之一 所以長照要不要做 長照要不要努力一點來做 當然要 所以整個這樣的一個方法 整個這樣的一個策略 其實它是去翻轉過去那種 獵奪式的 獵奪式的那種經濟的模式 包括接下來我們所提出的 公平經濟的三個目標 包括我們建構這種思維 用公平經濟取代了 血汗經濟的模式 打造集體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勞動跟個體的勞動的法力 以及啟動殘破的 這樣的一個社會的制度的保障 適時公時 透過降低年總公時的這方式 來提升每一個人的生活的水準 生活的品質 安全的職場的建構 請問工作是謀生還是早死 謀生嘛 工作會不會變成是早死 會啊 過勞死 我口袋裡面一堆過勞死的個案啊 醫生 護士 保全 司機 一堆 啊 死 死怎麼辦 就補償賠償啊 一條人民多少錢 一條人民多少錢 五價 五價 五價在談判桌上沒有意義 我的工作時間要碰到這種難題 要幫個案開價 要叫個案為他的家人的死亡 開一個價格 好殘酷喔 五價是最難談的 五價是最難談的 好 那到底要多少錢 要計算 假設是35歲過勞死的話 現在平均退休年 這個法定退休年齡是65歲 至少30年可以工作 30年乘以他現在的工資 要叫他的工資損失 對不對 還有他的退休 退休金的計算 還有家裡有沒有人要活養 再加上這個 他的家人的這個精神補序 算起來都是三千萬 幾千萬 難得到嗎 難不到 後來就談 好了 三千萬 2500萬 1500萬 我談的最好的結果 1200萬 最糟糕的結果 八十萬 通常是一條人命 這是死 不死呢 不死更難談 不死更難談 這就是 我們必須要去看 他這樣的一個結構 不公平的經濟的結構 他可能會導致的結果 派遣 外勞 外勞是一個很有趣的政策 男人跟女人的薪資 可以有差異嗎 如果做同樣的事情 有 有差異吧對不對 但是 我們應該是 明明那個差異吧對不對 我的工作 跟他的工作 是一模一樣的 投入時間一樣 效率一樣 產出一樣 我的薪資比他多個五千塊 因為我是男人 男人的錢是養家活口的 你人的錢 把LV用的少一點沒關係 可不可以接受 各位留情同胞 我要接受嗎 可不可以接受 不行吧對不對 我們做同樣的事情 同樣的效率 同樣的產出 要得到同樣的報酬 這叫什麼 同仇 同仇 有沒有人有反對的 反對也不敢舉手對不對 舉手就會被 會被怎麼樣 這個批判 好啦 所以我們努力的推動了什麼 性別工作平等法 一定所謂要消滅 職場的性別不平等法 對不對 但是這個社會很奇怪 那 那外勞跟本勞 做同樣的事情 應不應該得到同樣的報酬 好像 我們就開始遲疑了 所以這個社會在2002年 接受了男人跟女人 不應性別的差異 而有差別待遇 但是現在還可以接受 英國籍的差異 而有差別待遇 有點有趣 不是因為我是外國人 我才這樣講 我理所當 我打從心裡面認為 任何人不應任何的差異 而有差別待遇 可是外勞 我們現在有50萬的外勞 當我有50萬的外勞 所謂的廉價勞工的時候 請問本勞的薪資會上升嗎 當我有更廉價的派遣 可以使用的時候 請問正值的營工的會上升嗎 同樣的裸子 這是一個勞動市場彈性化 造成的工作的不穩定 以及工作貧窮的這樣的問題 當然我們的貿易自由的問題 我們的事業保障問題 以及說後面你如何透過各項的社會的這樣的一個保障 來讓補足某些人因為所得不足而所造成的不公平 所以公平經濟它不只是在一個經濟的政策的扭轉 公平經濟還包括什麼 還包括它在整個經濟利益的分配上面 要去有一個全新的概念 公平經濟還包括什麼 包括你的社會安全制度有沒有可能 讓某些人他可能在這個體系裡面 無法獲得足夠的保障時候 我們去扶他一把 我們去扶他一把 它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所以我們必須要透過這些去努力去改變 那這幾本書都是我們的 孟世代這麼有得獎 這個很少NGO的出版有可以七刷的 七刷 那過勞之道 老公會跟公平經濟 那我用一個來做結論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拼經濟拼了幾十年 台灣現在的狀況 就我們讓某個經濟的模式實驗了幾十年了 這樣已經標了幾十年好了 三十年我們做一個三十年好了 這三十年台灣民主化了 這三十年台灣經歷了這次第三次的政黨輪替了 但是如果政黨的輪替 我們的整體的思維沒有輪替 政治精英還是用同一種模式在思考我們的經濟的時候 那我非常擔心 我剛剛所描述的 明年我再來講的時候 可能又持續又惡化了下去 這就是今天有這個機會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然後我希望能夠有聽到不同的聲音 你不一定要認同我的看法 但是我們就好好來思考 我們是不是值得過這樣的生活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過更好的生活 這個經濟應該要更加的合理跟公平一點 那我就做簡單的教練分享 那接下來就跟大家一起來交流 以上謝謝 謝謝